本次节目参与Wonderful End 听Podcast挺同游串联活动 串联时间是9月13至10月10日 每周都有不同的Podcast陪你用耳朵逛同游 每年的10月是台湾同志游行月 今年的台湾同志大游行也会在10月30日举行 但因为疫情各地游行皆受到不小的影响 Podcaster们希望透过线上 支持所有为性别平权努力的团体们 大家透过聆听Podcast感受游行的party感 也欢迎到Spotify搜寻串联同名播放清单 就可以收听到这次所有串联Podcast单集啰 而在我们本地台南也有彩虹游行啰 台南彩虹游行将在2022年的3月4月举行 我们之后也会推出一系列的精彩行钱活动 当然还有大家最期待 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意卖品啦 更多详细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脸书和IG哦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 今天我是薛阿丁 我是阿诚 我刚刚要跟你们分享说 我最近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 黑系关灯 它怎么连接的啊 它就是那个HomePod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那个就是接收器 它还觉得没有必要 对 你们管我 我就很喜欢躺在床上可以叫它开灯关灯 是不是起床关灯就好了 很远 是不是很远 是不是很远 可是它那个飘飘会也跟着动吗 不会 你问的问题跟我一模一样 我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 不会它就是这样固定开着 然后它是用下面插座连接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它会固定 就是它会跟着飘飘 我就蛮酷的 对啊 可是它不会 我没有想到多聊这个东西 可是我离开家它会自己关掉 我回来它会自己打开 可是你没有叫Siri它也会 我回家的话我可以自己打开 我离开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关掉 你回到家已经 已经它已经帮你把灯开着 等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温暖 在家里 你会忘记说啊 我是忘记关灯 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我知道Siri帮我做好了一切 而且它有个功能哦 它有功能叫做那个离家功能 就是只有这个这个有那一个 那一盏灯就 窗头灯就没有 只有这一盏灯 有三盏 有一个台灯 然后一个立灯 对 然后这个立灯的 我买这个牌子的接收器 它有一个离家功能 有多离奇哦 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出越本 然后我家都不会有人的话呢 外面的歹徒就会想说 诶这个就是可能会小偷想说 诶这个人离家了 因为已经好几天灯都关着 他想说要就是闯进来什么的 然后我离家功能 我就可以选说 我在离家这几天 我的灯会 那个不定时的开始 就是开关开关这样子 然后外面的人就以为家里还有人 嘿 是不是也是很聪明 可是你房间不需要 就是外面是栅栏 我也不会用这个功能 好我聊完了 太久了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那今天的话是一个串联活动 是的 对 然后大家可以听到 串联名称是不是还不知道啊 好破梗啊 不是啊 啊串联名称要讲吧 至少 对对串联名称是我没有打 他其实有 我以为还没出来勒 他叫 Wonder 诶是什么 Wonderful Wonderful 叫Wonderful Land Wonderful Land 这是他另外一个 你说他的中国名字是叫做Wonderful Land 对 Land 对 这是这个Land 那个L-A-N-D Wonderful Land 湾区的湾 然后For Land 他是Tim Podcast 请同游 因为这个最近呢 9月到10月期间都会有一些 同制游行的活动 嗯 那也会 也是算是Podcast 用声音的方式来一起应援 那在台南的同制游行 彩虹游行的话 是9月20到9月26号 所以大家如果在台南地区 想要参与的话 这个时间是可以前往的 共享省局 对对对 诶我参加过 啊有 我是参加过高雄的 那这次除了台南高雄 还有台中跟桃园 那这次你们会去吗 这一次路过吧 看时间吧 看有没有空吧 对 之前是去高雄的 我有去过 好玩吗 好玩吗 很多 很多人 好不好玩 我觉得 诶可是现在同制 还可以大游行吗 我是意思是说防疫的话 戴口罩可以 可是世外不是还是有 几百人的限制吗 对啊 应该还是会 500 可能会拉长人龙吧 哦 就是离远一点这样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们就片头有所有的那些资讯 嗯 然后可是我们想说 跟同志结合的话 那我是自己就想到一些艺术家了 嗯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先来聊一下艺术家 从 呃 身为同志的艺术家出发吗 对对对对 因为是蛮特别 也不是说他们特别的是 呃 比较少人 呃 至少我自己啦 呃 没有认识他们 嗯 就在查资料之前是没有认识的 只认识其中一位 嗯 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下 那 这一个 我要先介绍一个艺术团体 他们是活跃于 九 六零到九零年代 就是观念艺术跟 普普艺术那个时候刚 还蛮蓬勃的时候的一个艺术团体 那他们是三个 诶 加拿大的艺术家组成的 然后分别是 菲利斯帕兹 嗯哼 赫勒黑 是搜吗 搜塔勒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爱布朗森 他们这三个名字 全部都是艺名 不是本名 那他们的团名很特别 叫做普遍概念 general idea 对对对 所以大家搜选的时候 就直接打 general idea会比较 呃 比较快搜寻到 他英文页面比较多 嗯 对 可是在那个艺术史上 其实没有看过这个名称 对啊 好像上课的时候 也没有说有听过这个 嗯 那他们三位呢 都是同志 而且是艾滋病患者的艺术家 那三位都是男性 他们也是被 生理男 对 生理男 对对 那他们被视为酷儿艺术的 早期的一个先例 哎呀 那酷儿 酷儿其实我想要就是 呃多加解释一下酷儿这个字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台湾 酷儿这个字好像还没有到 大家都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它其实就是来自英文的 queer 就是跟odd是一样的 就是怪 古怪的跟常人不同的 的意思 那中文来讲的话 大致上就是跟奇怪啊 怪胎 变态 其实以前这个是负面的词汇 那原先就是用来 呃骂这些 有这些特质的人 嗯 就是想 就是好像在骂同性恋的时候 他们也会用 像fag啊 faggot 那个 那个英文的影集里面 或者是电影里面都常 比较常会 听到的 比如说年轻人在骂同性恋的话 都会说faggot 或者是fag 嗯 啊 我讲这些会不会需要消音 应该不用吧 不用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是在讨论 是在解释 对对对 那酷儿就是一样 他们也是原本 用来骂人的 但是后来他们就是把 酷 呃 这些人就把 queer 也就拿来用 就是好像那个 印象派原本是拿来骂他们 印象派艺术家的 然后他们就干脆把它拿来用 这样子 嗯 好啊就是以后你们再骂 啊就是在讲我们这样 对 好 然后讲到这个 其实我想要一部电影 可是我忘记它名字了 呃 什么 呃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秀的 秀 对 它是一个蛮 也不是蛮老 就是大概八 七八九 年代的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 好 我只要想到再跟大家说 所以 酷儿 它并不是 它只是表明说 我的姓像 呃 其实不一定是姓像 就是酷儿 它是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是 生理男 但是如果我表现的 我比如说像 我穿的像是那个 生理女 就是比如我 我穿的像是女性 比较偏女性的装扮的话 人家就说 哎你这个怪咖 你这个死娘炮 那国外就可能会说 你是酷儿 这样子 在台湾 酷儿这个字不常被用啦 但就是比如说你 表现的 你穿着的是 我现在是指外国啊 对你表现的 你穿着的 不像是大家认定的 生理男 应该要有的 那个性别特质的话 就有可能会被叫做 queer 对的 就是这样子 那 酷儿呢 其实就是LGBTQ里面的Q 那我要再讲LGBTQ是什么咯 好 好 L呢就是lesbian 这大家都知道 就是lesbian女同志 那 G就是男同志 gay 那 双性恋者 bisexual就是那个B 或者是有人就说 或者是说bi 那T呢就是transgender 就是跨性别者 Q就是刚刚说的酷儿 这样子 所以就是LGBTQ 就是一个最常见的 这个族群的统称的间谐 那后来会有很多变体 就比如说LGBTQQ 之类的 会有很长的哦 会有更长的 对 但是在台湾就比较不常用啦 那个LGBTQQ的话 那个多的那个S啊 直同志 就是支持同性恋的异性恋 哦 所以我可以算直同志吗 对 这个群体其实也常常会是受到歧视的 它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有人会说 在台湾可能还好 我们在舒适 我们在那个同温层 应该不会有遇到这种事情 哦 现在也不太会有吧 不一定啊 世界上那么多地方 哦 呀 就如果你虽然你是异性恋 你站出来支持同性恋的话 他们说不就把你骂成同性恋 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族群也被加入到 会需要关怀的族群里面 然后刚刚那个LGBTQQ 多了一个Q 就是questioning 疑性恋 就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这个族群也是有的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 LGBTQ 我说到酷尔 他其实在台湾有一个酷尔银展 如果大家有兴趣 对对对 有一个酷尔银展 对对对 都可以去搜寻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几年一次 还是一年一次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 嗯 嗯 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普遍概念 General Ideas 这个艺术团体呢 他们就是以团体的方式去制作创作 然后是或是用一种艺术计划 就比较大型的 或是直接出版 出版一些海报啊 或是文宣品 变成一种广告式的 散播式的一种作品 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观念 那他就直接包装在大众媒体啊 试卷影像等等的去传递讯息 然后是用来讽刺 就是艺术世界的运作和社会的伪善 嗯 然后也是把自己的同志身份啊 性取向或性别议题 或是反主流的一些议题 纳为他们的创作核心里面 1991年的时候 有个一天无艺术的创作 是一个装置艺术 他这个装置艺术叫做 一天 是一年与一天的AZT 就是one year of AZT and one day of AZT 在墙面上 就是会有超多的 那个椭圆形胶囊 而且它不是那种 你手上拿的那种小胶囊 不是吃的 它是用吃的这个胶囊的形象 直接放大 到一个类似蓝牙喇叭 的一个大小 大概20到30公分的一个长胶囊状 在墙面上是有规律性的去排列这些胶囊 然后是按照每个日 每个月去分组排列 那这个胶囊是多少数量 它其实是按照 里面有个成员 就是这个 普遍概念 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 它自己吃的 吃进这个药剂的年纪量 总共是1825颗 非常可观 那这个药是什么 它是来控制艾滋病情的一个药剂 叫AZT 那除了这个墙面上的东西之外 还有五个超大胶囊 就用玻璃纤维制造出一个超大胶囊的 一样是这个形状 那个大概有可能两三公尺吧 的一个宽度的大胶囊 那这个大胶囊其实也用来比你说 这个是一个棺材 因为它的大小是可以装进一个人的 一个身高的大小 然后直到1994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上面提到的其中两位 因为艾滋病过世才停止这件创作 然后里面有一个 叫刚刚说到那个爱布朗森 他就说到 一开始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自我 假名身份 使我们能够以我们认为 无法拥有的方式在世界上运作 然而当我们进入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时 所谓的另一个自我 必须表现为真实的存在 真实的正常存在 拥有职业报复和价值体系 以及你拥有什么 他就说了这一段话 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揭露这一段话出来 因为有一些感触吧 因为他们其实 为什么要用假名 为什么不用自己真实的名称 因为很多 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朋友们 他们都为了要生存 所以用了另外一个面具或一个状态来跟这个世界应对 那但是那个可能不是他们的样子 不是他们真心想要活出来的样子 然后会偏向解读 因为性别而带出来不一样的自我 还有一些规范 这两个 就是他心里想要忠于自己的那个样子 跟社会规范下的样子是两种状态 但是我觉得没有哪一个不是真的 没有哪一个不是 他两个都是他 那有了这两个的面相存在的时候 他才会变成他自己 因为假设我自己是一个同志好了 那我可能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办法立足 那我就用了另外形象 但是这个形象也是我存活在这个方式的一种 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方式 怎么会倒过来呢 对 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两个面相 我才可以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运行吧 就算我现在只能用一种方式活 但我觉得那也不是真的自己 对对对 所以他又说到什么 有职业啊或报复 或价值体系这种的 都是适应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而已 我比较好奇的是 现在还有很多人对于 艾滋病有什么奇怪的看法吗 说到这个我 这礼拜开学 然后那个国小 有那个实业室 然后他们就有讲到说 艾滋病这么穿的 实业室 就是开始的作业的 开学典礼吗 对对是 他们是这样讲 没听过耶 我也觉得为什么要那么凹口 就开学典礼 我们已经完全跟不上小学吗 对小学 他就说到 艾滋病会透过什么样传染 然后他们就说 艾滋病会不会什么手牵手 或者是什么口水传染 他们会问这个 他们想要让小朋友加深印象说 这是错误的 对 然后可是会不会到现在还有人 在不知道这些什么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一定还是有啦 只是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多宣导吧 我觉得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你想象中这么恐怖的事情啦 对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是要来那个串联同志的议题嘛 我就觉得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在台湾社会上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的主题 然后甚至我们之前也公投嘛 所以 那个时候造成很多对立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节目上可能 因为其实讲到这个我们都会有一些想讲的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 不喜欢用成是 好像又要跟另外一个阵言对骂这样子 对 我觉得好像已经太多仇恨 我们就不需要再多加了 反正我们就是呢 把这些东西很理性的介绍给大家 然后 我觉得其实只要有人在讲 有人在多讲这些东西 我们大家多讨论 然后那些比较不清楚 同志 或者是同性恋 或者是任何性别倾向的那些 或者是他们以前反对 就猛猛 他们可能那些长辈 常听到他们也就 比较会觉得说 这是大家都可以讨论的事情 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对啊 对啊 而且李安都拍断被删了 对啊 而且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对啊 超久以前的耶 都已经包装成这样子 好像抱怨 我们不要再知道仇恨了 好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LINE 阿特茶水间 Art Painter Room 第一弹贴图上线咯 不用一杯饮料的签 就可以买到 可爱又实用的 Art Line贴图 阿夏都已经画到 绘图版六倍咯 LINE贴图搜寻 阿特茶水间 或Art Painter Room 好的 我们回来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要说 这三个 刚刚那个普遍概念 里面 有三个嘛 那其中我一个知道的 他 是我之前在IG上 跟大家分享的艺术家 叫做 Felix Parts Parts 这好像是他上面的名字啊 就是那个艺名 Parts是他的艺名 那他的原名叫做 就自己去找 因为他用太长 我不知道怎么念 什么 Gons Gons 他是加拿大的话 加拿大怎么会 加拿大也有法语区啊 Gons 怎么变成意大利的感觉 算了啦 Torges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个Felix Felix 对 那我那一天呢 是七戏的时候发这一篇的 我想说大家都在过七戏 有点太无趣了 我就po一个 他的作品 给大家认识一下 因为单身狗 对 那个概念 那个作品就是那个糖果的那一件 对 糖果的那一件 哎呀 So sad的一件作品 待会第一件就要讲他的作品 反正都是爱情故事 对 你们知道七戏就是牛郎跟直女星 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彼此吗 就是他们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个好像距离我们什么三十光年 一个距离我们十五光年 所以他们就是只能一直 如果他们以他们的角度的话 他们只能一直看到彼此 就是十五年前跟十五年后的样子 光年之外 我也 对 光年之外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因为宇宙在膨胀 所以他们两个越离越远咯 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远距离的关系 我不知道宇宙在膨胀 宇宙现在一直在膨胀 所以那个七戏就是每次 只要每年那个什么 我们感觉不出来 但是理论上那个织女跟牛郎 星系还是宇宙 整个宇宙在膨胀 所以星系跟星系之间会离得越来越远 怎么知道宇宙在膨胀 因为他们就观察出来 每颗星都越来越远啊 那说不定只是星系在膨胀 不是宇宙在膨胀 因为整个宇宙都在膨胀 所以每一个星系 他们怎么测到整个宇宙 因为人类的科学 收发达 收发达 不对啊 那他们只能测得到星系啊 不是 就是真的好 就是这么复杂 就是这么复杂 整个宇宙就在膨胀 对不对 夏丁我讲成这个道理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宇宙跟星系 还是有差别啊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的星星 很多都不是单一颗星 它有可能是一整个星系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空 如果每一颗星 都跟每颗星的距离在 每颗星都在拉搭 那不是整个宇宙都在膨胀的意思吗 不可能每颗星都 在来跟彼此变大 那为什么他们会变大 就只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整个空间在变大 所以密度会变小啊 因为多重宇宙已经那个融合了 对不对 你们想哦 满威 就是整个空间在变大 所以星星的密度才会越来越小 因为多重宇宙 落机害的 随便啊 总满威的人 我不是要讲这个 我不是要讲这个 好 好 我们继续讲 嗯 好 满威吗 讲太多了 我觉得这一段整个会删掉 那个糖果的作品 就是这个艺术家Felix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 大概吧 认识他的 因为老师就会讲 教一些观念艺术的作品 嗯 然后就讲到这一件 我觉得这一件超棒 因为很 简单 你只要去买糖果啊 堆在角落就可以当作品 而且那个糖果那么多 应该是去好市多买的吧 哈哈哈哈 应该吧 而且他表达 也有表达清楚 嗯 那这 这个艺术家 还是介绍一下给大家 他是 11月26号出生的啦 这是什么座 摩羯吗 哦 射手 哦 射手 他是出生在古巴的 美国视觉艺术家 好 那他公开的 呃 同性取向 是 欸 就直接融入在他的 艺术作品里面 而且是蛮有影响力的 他的生平呢 他14岁那年就跟他的妹妹 被送到西班牙 马德里的孤儿院 欸 然后再 之后就会跟那个亲戚 在波多里哥 定居 嗯 嗯嗯嗯 然后之后又跑去了 西班牙念书 然后参与当地的 艺术的活动啊 还有发展他的 学 就是学习艺术这样 然后到1979年的时候 搬到了纽约 然后也得到那个摄影的学士学位 送到孤儿院 然后又和亲戚住 嗯 然后又搬 不要管别人家务事 又搬到纽约 不要管别人家务事 然后得到学士学位 他感觉过得并没有 多差 好像过得还不错 对啊 可是没有啊 你如果是在纽约当地 就是如果他是美国人 的话念大学不一定要多贵 他可能会有那个啊 那个 scholetship 那叫什么 那个叫做 奖学金 嗯 我们太多detail了 我们不要玩那么多啊 没有今天时间还好啊 好 好 啊他到纽约之后又跑去了欧洲 在1986年的时候 然后也跑去威尼斯 继续学艺术 嗯哼 然后又得到了什么 国际摄影中心和纽约大学 你看 纽约大学美术硕士 他好学 好学 阿成你今天要我加入录音 啊 就是要这种效果 太转油小尖了吧 好他之后又开始从事教育的工作 可是最后因为艾滋病 引起并伐症 所以在1996年 在迈阿密去世 嗯 迈阿密我想到那个 犯罪的那个叫什么 CSI 对对 为什么迈阿密就想到CSI 呃年代不同 那我太老 他有很多作品 都是跟他的恋人叫做 Rose Laycock Laycock 有关 他没有很大的场面 也没有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的装置作品 都是一些可 日常可见的一些材料 像是灯泡啊 糖果啊 拼图啊 窗 都是用概念的方式来 阐述他对他 Rose的思念 爱 失落跟沮丧 或是疾病性别等等主题 或者是直接 影射到这个恋情的脆弱 或者是生命的脆弱 然后也同时创造出他对Rose的一个肖像 但是这个肖像不是真的血肉或是雕像 不是一个人像 就是用一种换言之的方式形容 嗯 然后呃 待会我们会介绍的作品的排序方式呢 我会用比较类似的展出形式来做 一起做介绍 或是相同的互动方式 媒材 只是媒材不同 或是投射的对象或想法不同而已 好 那我们第一件就进行到那个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糖果的那件作品 啊糖果那件作品就是在一个 呃 展场的空间的角落 堆放一堆的糖果 嗯 各种颜色 看他高兴 那总重量总共是175磅 也就是Rose他的 就是他的恋人Rose 在感染艾滋病之前的理想体重 那Felix在1991年 创作这个作品 之后 呃 他选择在今年 这个1991年做 也是因为Rose今年 这个1991年 当年 当年过世 对 那他的互动方式 他不是就真的 把糖果放在那边生蚂蚁 他是欢迎各个观众 过去的时候就拿几颗糖果 就随便你拿 你要拿布袋去装 他也其实没有意见 那糖果会越来越减少嘛 就像是 Rose因为因病 然后体重越来越轻的意思 然后也就是慢慢的 Rose可能 哪一天这个糖果被拿完 也许就是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也是象征一种 哦 我去拿这个糖果 很像是一个外力 很像是一个疾病 病毒在侵袭 他的身体一样 那就会让他慢慢的 生命流动而不见 那糖果的甜跟店人的逝去 其实也是既甜蜜又悲伤的 这不适合在台湾展 你会去哪吗 为什么 会粘在一起吗 不是就是 我有大妈 大妈会拿那个大黑垃圾袋 那个是什么 他叫什么 Felix 看到一直哭 他会在旁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没有掉场道 没想到台湾有这种吧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开个小玩笑 你会去拿吗 看他转期 如果比较前面我会拿 如果转期你结束 我应该不会去拿 因为我觉得那个放太久了 过期 如果他有就是 他理念有出来 就是有在旁边可以看得懂的话 那就会去拿吧 对啊 对啊 如果都没有的话 观众作为一个 就是拿 剥夺他那个 Ross生命的 一个元素 观众 你也拿了他的故事啊 就是你也 也是吃下去甜甜的 加滴滴 嗨谁好心 你也可以感受 有可能 你很好心就是头 就是Ross的头 太一种 把它转换成一个 甜蜜的 就是至少不是很痛苦的东西 就蛮浪漫的作品啊 是的 但是如果没有好吃的糖果 也是不会拿的 黄金糖 我不会 这个子我绝对 里面包梅子 不要 不要 我会拿 那个什么 可乐糖 可乐糖可以 可是 刚蜜贝尔一定要拿 包装不行 可是刚蜜贝尔会黏在一起 但要包装啊 哦 他这个也是有包装的吧 有啊有啊 对啊 没有包装很可怕 没有包装的话 难不成雷根糖 可是刚蜜贝尔没有单个包装的啊 没有 你说自己把它 一颗一颗卷起来这样 哦 如果在台湾这些糖果 应该都不是长成这样子吧 会整个黏住吧 没有啊 假设你要做这个 那你的 你的糖果 说不定 你也可以自己重新包装吗 我觉得台湾的话 对啦 就是台湾的话 要用那个干嘛点卖那个 有一颗就圆形的 然后很多颜色 上面有很 对 砂糖的那个 哦 那个我以前超爱吃 我也超爱吃那个 我想象的是他 就是你的 包装 你可以用就是很 多种颜色或者是 以前很流行那种 就是 玻璃纸吗 对玻璃纸那种 哦 来包装 我突然想要可以用那个 就是 有那个 一颗方块的 然后卷 就是卷起来那个 它是海鲜 哦哦哦 知道知道 鱼松 鱼松 那不会很臭吗 放太久 那个还蛮适合的啊 颜色又漂亮 好我们下一个 好啦下一件作品 好下一件作品 它是长得一楼的哦 它其实跟我大学毕制的作品超像的 对 我是用废报纸 我是堆叠到腰部啊 大概腰部 然后最上面是洗掉图文的报纸 但是 诶 Felix他在这幅作品呢 他的 呃高度其实只有55公分高 那每一张纸大概是71公分乘55 这是从好像英寸那边换算过来 是我换算的 所以他会有一个很不确定 很奇怪的数字 对很奇怪的数字 诶等一下你你洗掉报纸 你是用那个香蕉水去洗掉 一开始是用香蕉水 结果发现 其实用水然后把它搓一搓就好了 蛤 搓得掉 用水 哦就是直接物理破坏它吧 对直接物理破坏 可是就破啦 没有就是要搓 轻轻搓 然后搓到它不见 那香蕉水不是比较快 可是它会臭啊 而且我是用手搓 因为我发现用棉花棒 我觉得太满 那很臭好不好 那有些那个毒诶 那会致癌 还好吧 你就是 他已经不算臭了啊 他会致癌 用生命在 我跟你讲 你画油画不是也会致癌 没那么严重 Bob Ross就是 对 刚刚没有讲到 对Bob Ross的癌症就是因为 他一直在那边 甩那个洗鼻 对 好那这一幅 不是这一件作品 就是Felix这一件 他也是一楼很整齐的印刷品 就是他的 是中间是空白的 他的边框是黑色边框的一张纸 就是有黑边的纸 那观众一样是可以带走的 那 有没有规定几张纸 我是不知道 应该是不会限制你拿走 应该不会有大妈又整碟拿走 可能有收回收的就 这一碟大概100块左右 看他磅数吧 可能很重 对 没有我觉得大妈拿回去 不会是想要回收那么简单 他一定是要把它折成那个 盒子 吃喝吗 喝瓜子的时候多好用啊 对 然后之后 有人说 像是被拿走的纸会减少嘛 但是机构可以选择 他要不要补充这个作品 就他还是可以选择要补充 或是就随着时间就不见 嗯 空白处呢 他为什么想留住这个空白 是因为想要让观者去投射 他所想象中的画面 因为有表框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作品 也许他里面的画面 是一个很珍贵 很值得珍藏的一个画面 是一个永恒难忘的时刻 所以观众在看这个白色的地方 他就有很多的想象力 可以去填空 那这些瞬间或是珍贵的时刻 可能会消失 或者是失去 甚至永远不在 那其实这个形式呢 很多人都用过了 就是这种一楼纸的形式 很多人都用过 然后上面我们说的糖果 还有这一楼纸 都是可以自由拿取的 一件是对那个 他的恋人Ross的再现 糖果呢是再现 那 而且这个再现 它是会消失的 因为大家去拿糖果 所以它就会消失 那另外一个这个黑边的纸 它就是各种投射 然后给你空间想象 但是它实质上你还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还是只是一张纸而已 所以我觉得它是 不知道 它算是看开吗 或者是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 对 看开爱回不来 好 喉咙不行 你不要管我 好那下面还有两件是差不多形式的 两件都是叫五体 untitle 是分别是1991年跟1992年完成的作品 它第一件untitle 是把两个一模一样的时钟 并置在一起 然后时间 开始的时间都是设置一样的 那等于是你电池装进去 那一瞬间 它们就一起跑 同样时间的起跑点 那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人先没电 或是故障 都很难说 所以当某一方中止或完全中断 就可能故障 或是完全停止的时候 也可能象征着 它们的生命就从此不会再一起同步进行 像是Ross那时候刚被诊断出艾滋病 那他可能就过个几个月 就人就走了 但是这个时钟 他可能还可以再次的供电 去换电池或修理 或是再恢复同步进行的时间 但是人或生命就不会是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Felix他也说 时间让我害怕或习惯 我用两个时钟制作的这件作品 是我做过最可怕的事情 我想面对它 我想要那两个时钟就在我面前滴答作响 所以本质上他也是非常的爱他的情人Ross 对所以他当他做出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蛮残酷的 因为他他一定会知道说 他那个有一个时钟 一定会先停下来 所以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个停下来的时刻 那另外一个 我喜欢这件作品 对啊这件超棒的 可是我有一个点哦 假设今天是我做这件作品 时钟上面的挑选跟设计 应该就是要自己来了吧 因为你去买个现成物吗 其实我觉得现成物就可以了吧 对啊对啊我觉得可以 你可以自己做啊 反正就是买那个时钟的新去做啊 对啊我觉得要自己做吧 因为假设我去 IKEA IKEA或加勒服买 那就是那一种款式耶 对不对 应该是要自己做吗 或是弄两只老力师 老力师哇不会 你只要上个链条 然后又会动 啊他会没电啊 他会没有动力啊 可是老力师可能 就是几天就没电了耶 那个太残酷了耶 那反正我展期只有两个礼拜 他这个 他这个装上去 要好几个月才会没电 小婷婷会怎么 就是做 我一般会选现成物 他比较客观 因为如果你在制作他的时候 你会 两个可能就不一致了 对然后他里面太多的人为的人工的手法的时候 那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话题 可是我觉得光是要挑一个时钟的款式就 很难 对 然后你的想法也要 总不可能会挑会不古的吧 所以就是你挑了一个很 因为一般看到的时钟都一定是就是丑丑的 不然就是超普通的 或颜色很 奇怪的 他这个感觉有挑过啊 就蛮简单的啊 对 嗯 时间也蛮大的 就眼睛瞎掉 不是 眼睛看不清楚 他这个是有展出 还是他就是做出来 他没有展啊 因为这个要没电真的要很久耶 还是他那只是一个概念 还是不管没 他在展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在展的时候就没电 也不是很重要 反正他就是这个概念 会不会他故意把电池就没有装好 去Seven要那个已经快没电 我觉得应该有展过啦 诶或者他在家里做好 然后摆很久 然后他又展出的时候 有发表过 对对对 哦 嗯嗯 哦 好 有可能 这个要很久时间才会看到 就是他停下来的那一刻 然后会 如果真的有观众在看到他停下来的那一刻 会哭吧 好感动 对啊 你都让我想到一些 一个 他不是作品 但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艺术作品 是一个叫做历青实验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什么30年代还是2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 他算是科学家吧 他要证明说 历青 你们知道历青是什么吗 就柏佑 嗯嗯 他要证明说历青是义态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历青是固态的 然后反正他要证明这一点 他就是做了一个漏斗 然后装历青 然后滴下来 他从装上去到滴下来那一滴 耗了八年 就是 第一滴滴下来的时候 耗了八年 然后那个 那个实验现在还在进行 就是好像前几年2017还2016的时候又滴了一滴 然后就是国际大新闻这样 哇 对 这比那个登录月球还要久欸 他已经他历史上已经滴了很多滴了啦 那个 我们上一次是2014年 第九滴 好 嗯 比较不感人了 蛤 可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棒欸 棒是棒对 但是我 没有啦 我只是因为 我只是因为这个要耗很久的时间 我突然想到也有这个耗很久的时间才看得到的作品 嗯 好 摆得我一下 哈哈哈 还有跟刚刚那个时钟随时会 呃 故障或停掉 一样概念的 是 他用一串灯泡串起来 他的 嗯 就是 一串灯泡 然后他 网美灯泡 对 网美灯泡 他有一部分呢 是在墙面上 然后剩余的部分都有垂落在地面上 他会 一起发光 所以一样是 当那个灯泡寿命结束的时候 就跟人的寿命一样 就是那种 那种派对灯泡 对派对灯泡 挂灯 就是串灯 可是这个真的要烧 这个真的要让他烧掉要五六年吧 对啊 而且 不一定买便宜的 说不一定很快 好 以前巫师灯超容易爆掉 哦 现在好像比较少 1992 啊 1992年没有LED吗 我不知道 刚才发展 这可能要问吴宗倩 所以一样有可能每一颗都不可能一起亮到最后 一定会有人先死掉 对 然后最后会烧毁 烧毁 烧毁 今年几倍 对 但是一样的概念嘛 所以 我在看的时候 我是还是比较喜欢时钟那一件 我也是比较喜欢时钟那一件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这个灯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太猖狂了 所以我们才不行 时钟也很猖狂啊 没有啦 我觉得时钟是因为他两个个体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同步 然后他们 等到有一个人先停下来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那个张力是比较大啊 对 他只有两个 啊灯你就是慢慢他不见 好像还有剩下还有几个 而且如果那个灯是那个 如果是他那个 他那个保险烧坏 他就整串都 没啦 同归于尽 而且 灯的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可能是 最上面的那个先不亮 然后他不是 好像一个没了 对整体来说影响也没那么大 然后他也不是接着 就是他不是照顺序 所以就是看起来 那个作品上面的呈现也 好像没有那么 视觉上也没那么好看 会吗 我觉得视觉就不错啊 我觉得是张力吧 失重张力还是比较大 超大 超大的时钟 大笨钟那种吗 其实很酷耶 你说两个大笨钟一起跑的话 对啊 大笨钟是吃电的吗 不是吧 是机械的吧 是那个 他应该是机械的吧 对对对 应该是机械的吧 是不是有电影是会跑去时钟 中楼怪人 没有啦 不是那是球 不二模式吧 没有另外一个什么 什么雨果 哦 雨果的冒险 哦 雨果的秘密吧 冒险 还有摩登时代也有 没有那他不是在时钟里面 他是在那个 那叫什么 巴当 人家是人家对人家不是吃电的 哈哈哈哈 我要讲什么啊 你要讲什么 你看哦 你想像两个时钟 你要怎么同时让他们 电子这样卡下去啊 就是放好之后 然后 啪 这样压下去啊 那会有误差耶 就是 你要确定的 有误差也没关系啊 反正他看起来差不多就好了吧 哈哈哈哈 不对吧 你这样讲不对吧 没有他 他有误差 我觉得有误差没有关系啊 他只要 整体来说 看起来是同步就好了耶 没有那个误差 就是在那个秒啊 可能他们就会 观众就会解读成 哦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分歧了 对对对 好 已经开始有点小吵架 这个理由我可以 反正又没有人看到 他真的装上去 同步的那一刻 对啊 好作弊哦 或者是现在就用电子钟 我在说那个年代 1992年 我就不相信没有电子钟 那你现在用Apple Watch就好了 两天就没电 好我们讲最后一件作品 也是无题untitled 那这一件作品呢 它是一个超巨大的广告看板 上面的一张照片 嗯 它是拍空床上面的照片 但是这个空床不是IKEA那种 铺好好啊 给你一种家居家感啊 它是黑白的 那床上呢 它有一个躺过的印记 像在枕头上就有两个凹槽 然后那个被弹也是凌乱的 它但是里面没有人在里面 它只有剩下痕迹也没有任何文字 有没有湿湿的 口水啦 好 对 往尿会转 对 或尿床 流汗 也有别的 好这是 但是我是觉得说 它这是蛮隐私的照片 因为除了自己以外的那个人 其实也不见了 那这个私人私密的照片 它存在在一个公共空间上 因为它是在那个城市中心的那个巨大看板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嗯 但是呃 它其实要说的是 有点像人去镂空的感觉 嗯 啊那些景象都是存在于那个刹那的保存而已 但是大家有没有真的知道 这个故事呢 其实呃 可能可以各自解读啦 但是也许也有人觉得这个是情剧广告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会觉得是情剧广告 他们应该是找IKEA把那个字印在哪里吧 哈哈哈哈 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件的 可是我自己对于影像一直 越来越呃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它 就是我会觉得说影像它一直在记录 已经过去的一个瞬间 然后或者是它已经变成永恒的 它不会是现在是 那呃再怎么样类似的场景 它也不会再度发生同样一件事情 嗯哼 它是死掉的 对我来对我来说影像是 应该说定 呃定住的那些影像它是死的 但是呃要怎么让它活就是 我们个人解读啦 可是我我我自己的看法是 如果你像你说那个定住的那个影像啊 它会在它确定呃成型的那一刻开始 到现在就是的每一个时刻 我觉得它的意义都在改变耶 哦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它算是死的吗 我觉得也 如果以画面来说它是死的 画面来说它就是不会动 对对 obviously 哈哈哈哈 我不查理不得 哈哈哈哈 对啊那这我因为 因为观看脉络一直在改变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啦 嗯嗯嗯 好那我要说对于Felix的感想 就我一直在蛮喜欢他的作品的 那也不会因为它是同志故事的曲折离奇而 感到动人 我不是因为他是同志而感觉到动人 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会把他们定位在人来看 我不会看说他们的性像或性别 因为同志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个光谱之中的一环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那呃我会选择介绍他们 介绍Felix也是因为想说有契合主题优先 因为是同志议题 嗯 那我最后还是把它回归到人的状态来看 不必去用其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 这个艺术家或这些作品 嗯 他们的理念或是故事 他们其实一样都是很棒 只是把感情的一些酸甜苦辣转为作品 嗯 那会那么精准到位 他不是因为作秀或是逢场作戏 或是把它弄得很浮夸 那是因为他们是有真心对待他们的情感 或是认真爱过一个人 所以他们投注很多心力 他才会有这样的转化方式 而不是只是想要 呃用他们自己的性别议题来炒作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是不会 我还是 呃是很感谢这次串联 让更多人看见说有这一个族群的人在做这些作品 那他们的概念可能是从性别出发 但是我们看完这些之后 对我来说他们终究还是人类 对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特别强调 有跟一般人有什么不同 对 一样都是在谈自己的生活 对 对我觉得大家吧 就是呃 人的性向啊 分成很多种不一样的族群 就像我们刚刚说LGBTQ LGBTSQQ 这么多的不同的分类 但是我觉得到头来 其实那个分类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呃其实就是提醒大家说 社会上还有这些人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是要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说 还有这些人 可是到头来我们还是最后还是要回过来 看说大家都一样是人类 所以都没有不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嗯 嗯就是这样 好那你有觉得这一次主题想要分享什么吗 我们之后是不是还会在另外做一集是讲 就是在跟呃视觉上会比较有关的东西 对 到时候我们在那边可以再多讲一些历史上面的故事 那这一次主题我觉得很棒耶 就是我们就很棒 哈哈哈哈 宇宙吗 然后宇宙那一部分我应该会剪掉 我不要啦 哈哈哈哈 好然后最后在结束之前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到我刚刚要说的那个电影的名字 嘿 叫做那我记忆恐怖秀 大家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我听过 但我们刚刚在聊什么我忘了 就是我突然想到一部电影 然后我忘记名字 酷儿 不是酷儿那个时候 可是跟酷儿有什么关 没有就是它是一部跟LGBTQ有关的电影 LGBTQ你应该会想要推那个吗 Call me by your name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耶 Call me by your name 因为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我没有把它当成一部同志电影来看 呃 是可以这样说啦 就是它没有特别强调 没有在里面特别夸张的强调 它就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样 你有看过吗 没有 因为我之前跟那个我一个朋友在吵 就是我没有看过Call me by your name 然后他有看过Call me by your name 然后我就一直说La la land很好看 嘿 那个歌舞的那个 嘿 你不喜欢 我我普通 因为我超爱那部 嗯 我也超爱La la land 然后我朋友就说一定要去看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 他就说La la land不好看 嗯哼 然后结果我前阵子 然后我就去看Call me by your name 嗯哼 然后看完的时候阿诚就问我 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就说我没有办法做选择 因为还 虚然 觉得也很好看 就两部真的都很好看 嗯哼 嗯哼 Call me by your name可以看一下 就是爱情故事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无奈对不对 阿诚他说他看到快睡着 但是我没有耶 哦 可以看他的拍摄手法跟演技阿 嗯 剧情其实蛮普的 但是还不错 好 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那是La la land 对阿 那跟LGBTQ没有关系 可是很好看 好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跟洛基恐怖秀 哦洛基恐怖秀是1975年的片子 哦这么早啊 对阿他说我是 我去上一个什么性别课程的 在学校吗 对的通识课那个 诶 哦我们又上了 对啊 就一个男生 诶 对 他叫什么 他之后改名字了 他是男生啊 郑力男 他是郑力男 对对对 嘿 他上课蛮认真的 就是功课也 功课蛮难的 会很难吗 就是要演 最后要看那个草案还是什么 统治婚姻的 民事的那个草案 诶 民法的草案 我们是 就呃 好像是看电影 写新的吧 对 然后我们 那个完 然后期末是要 因为刚好遇到 你要对草案 写 心得 然后字数也要 一两千字 诶 我好像有写诶 可是我忘记 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讲 很简单吧 因为刚好那时候 遇到在你草案的时候 他就要我们大家都 去看那个草案 哦 没有 因为可能我们 我们抱持着就是上通诗课 就是过过 但是没想到真的上一个认真的课 但是也学到很多啦 对对对 那门课 那个老师是 是很认真的 他没有要 不是懒诺啊 对对对 也是因为他我才去看高雄同志大游行 也是因为他也 所以才让我们 因为他就指定说 其中要那个 看那个 几部 同志剧 然后也才让我们每个人就是 知道说哦 比如说台湾或世界有哪些同志剧 我还想是看什么17岁的夏天哦 还是什么 对 丹麦女孩 哦对 还有丹麦女孩 哦 还有 蓝色大门很久以前就看过了 就那些都是可以看的 你们都选 蛮现代的 现代的电影 因为我就选 因为我就选洛基孔不秀 我想说这一定没有人选 对我们都选蛮现代的 因为就想看 因为我不熟这些电影 所以我才会去 没有蓝色大门是我很久以前看的 17岁的夏天算现代的电影 那个还超难看的 哎小心 因为我记得那个跟 就是 那个你要聊剧情 也没有 商业电影 就是 对 好 反正大家自己去找来看 可是 我还好想继续聊下去哦 讲啊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 有一部叫什么 蓝色下的 月光男孩 哦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蓝色月光下的男孩 你有看过吗 有 我去电影院看耶 应该是好看的吧 是好看的 但是 听说他那个 心理压力很大 是有点沉重的 对我就是 我有好奇这部 但是我又怕我 看不下去那种 那种沉重的感觉 他那时候跟La La Land 是同一起 对对对 La La Land 就是蓝色那个得奖 哦 La La Land 是被错报 对 哦 好尴尬 因为他好像有讲到黑人 然后又加上政治下的 所以 Netflix上好像有吧 没有 有 没有吧 有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推荐他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今天就先这样咯 看膝盖自修室 也可以啊 这已经要上第三季了 好 还不错啦 真的啦 真的还不错啦 我没有 我没有看 轻松 轻松 就是如果 真的对这些 LGBTQ 或者是性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 很轻松的看这个一季 有的 Netflix有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好 今天就这样咯 喜欢我们的听众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跟KKBOX上 搜寻最新一集的阿特茶水间 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给我母亲评价 也可以到IG及FB 搜寻阿特茶水间 帮我们按赞 追踪加分享 YouTube会完之后上传 加入我们 联系下方资讯栏 中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咯 我要再讲一次吗 那今天就这样 好像讲这句话 讲很多变的 拜拜 拜拜 很多变的拜拜 拜拜 很多变的拜拜 拜拜 拜拜